按下它的時候呢 它是丟公式 但是我現在希望瓜胡志川不是丟公式 而是把 要的結果丟 直接就丟過來 OK 那怎麼處理 程式怎麼寫 這個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剛剛是直接很單純的就是丟公式 然後它會自動針對那個 裡面的裂號會自動改變 像這邊是2嘛 自動變3 因為這個 會怎麼會變呢 因為這裡面這幾個都是 I那個變數嘛 所以 所以以後你要思考 假設你有一些要變動的東西 你就建一個變數給它就可以了 所以程式裡面不外乎就是一個變數 然後去做一些控制 那再來的話 怎麼寫這個 瓜胡志川的部分 一一樣切到Visobasic 二呢 我直接拿這個複字過來改 把這個後面這幾個字刪掉 變瓜胡志川 那怎麼去處理那個剛剛講的fine 跟mid 還有ifl 三個動作 在VPA裡面 第一個啦 我們如果要尋找字串的話 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叫 InSuite的函數 那你可以打一個VPA VPA點 這個不打也沒關係 打也可以 你打一個in st 那VPA點的話 他會幫你把什麼 VPA裡面所有的函數都列出來 這個有點像跟Excel裡面插入函數 他會把所有函數列出來一樣 道理 只是說他兩邊是用不一樣的函數 所以呢 我們就要想說 VPA有什麼函數可以尋找 置串 我要尋找之後用這一個 InSuite 然後去哪邊尋找 錢瓜胡他會給你相關訊息 他有個STAR 跟Suite1、Suite2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跟fine有點像 fine的話呢是 先放錢瓜胡再跟他講去哪邊找 那InSuite剛好顛倒 他是先告訴他說 你去哪邊找 你去幫我把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A欄找 那儲存格裡面A欄的話 其實你就直接在這邊輸入什麼 我直接拿這個複字把這邊改成A 意思說你到A欄裡面幫我找找看 找什麼東西呢 逗點 找錢瓜胡 那剛好跟fine 剛好顛倒 OK 他會幫你找到 找到什麼呢 找到 就是錢瓜胡的位置 不過呢 像這個是沒有 沒有就零 有的話呢 像這邊找到3 那你要有個地方可以讓他存放 所以我們在前面加個變數 A 等於 A等於是什麼意思 就是幫我把找到的 這個 這個結果 3 放在A 那A這個變數啦 那你可以取別的名稱沒關係 XYZ都可以 只要那個名稱不要是 裡面用到的 比如說4你又不能用 OK 那另外的話呢 我再找什麼 再把這一行複製 貼到底下 然後把它改成B B是什麼呢 把這邊改後瓜胡 意思說 我把找到的 這個位置 放在前瓜胡放A 後瓜胡放B 那接下來輸出的話就不是用 切公式 我就直接怎麼樣 利用VBA裡面的 特別說VBA裡面 也有一個什麼 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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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法 跟 Excel一模一樣 也叫MID 前瓜胡 那這個裡面的話呢 他第一個 跟那個 Excel裡面那個MID 用法 幾乎是一模一樣 第一個 你要 切割的字串在哪裡 切割字串在A欄 所以 一樣 我們就把這個 複製過來 改成A 意思說 你幫我 從那個A欄裡面 抓資料過來 第二個呢 豆點 START 意思說從哪個字開始 那跟那個Excel有概念一樣 哪個字開始啊 那我就從前瓜胡的位置加1 對 把A給他 但是要怎麼樣 加1 為什麼 因為下一個字嘛 跟這個做法其實跟剛剛一樣啊 豆點 那Lex就幾個字 幾個字呢 後瓜胡的位置 減掉什麼呢 前瓜胡的位置 再怎麼樣 再減1 有沒有 所以其實概念跟剛剛那個是一樣的啦 只是說呢 換個地方寫而已喔 後瓜胡一下 好 這樣的話基本上 我們 程式基本上 就差不多快寫完了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要處理 ifl ifl 就是 那如果說他找不到的話 比如說像 這個第2列喔 他過來的時候 他0嘛 因為找不到就0 那這個是0 b也是0 那如果0 0 那這個地方如果0加1 當然1啊 從第一個字開始 那這個0 0 減1 變負1 長度變負1 那就會發生錯誤 因為 你要的字數喔 沒有說我負一個字 負一個字 他就出錯了 所以怎麼辦呢 你這個地方需要一個過濾器 過濾什麼呢 如果 就像ifl 如果 可是vba的如果 撰寫方法不太一樣 如果 當什麼呢 A假設是什麼呢 不等於 等於是這樣子吧 不等於的話 就是一個小於加大於 不等於0的情況下 我才去做切割的動作 意思就是說 如果等於0就跳過的意思 等於0就跳過 然後我就把這邊 TAB一下 他的下一個 記得有一幅的話 就一定會有 N的一幅 OK 就這樣喔 這有點像一個加一個過濾器啦 就是說 如果 你有找A不等於0 就是說 他裡面有找到刮鬍的情況下 才去做切割的動作 OK 如果說他等於0的話呢 他就跳過去了 什麼事也不發生 也就是什麼事都不做了 我們程式寫完了喔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喔 基本上喔 程式就是這幾行 這些都很重要 要把它執行清楚 再來RUN一下 執行OK呢 OK了 那可能有同學很多問號 對為什麼喔 如果我逐一跑一下給各位看F8 F8就逐行了 有沒有按F8 其實就是我要一行一行慢慢跑 那這個時候你優標放上去啦 A I等於2 意思說我抓這個 那你會發現喔 他實際上 目前是A2 裡面有沒有錢刮鬍 按F8 你優標再放在A前面 A等於0 找不到對不對 然後呢 下一個 B呢 B也等於0 因為找不到 所以呢 那 這個A 是不是不等於0啊 如果不等於0 的話 有沒有 如果為True啊 他才會進到下面 如果為False 像現在A等於0的話 他會怎麼辦呢 就跳過去了 所以跳到哪裏呢 以後程式喔 如果你會撰寫這個一幅的話 那可以做很多的 用途 他的寫法一幅 如果 條件是什麼 然後做什麼 那 當然如果這個條件不發生的話 就跳過去了 OK 所以這個跳過了 那再來的話就變成 A現在等於3了嘛 那所以會抓這個A3 這個 A3這個儲存格 那有沒有找到呢 我們看一下 A現在等於3 找到 3 B等於多少 等於9 有沒有 所以呢 A是不是不等於0呢 4 True True的話就表示說喔 他裏面 有資料了 表示有找到了 那就是這個閘門就打開了 好 請你 往下走吧 OK 那他會往下走 有沒有 就走到這一行 這行做什麼呢 就把這些動作全部把它做完 像這個做完就等於5嘛 這個做完的話就等於4 這裡面的資料就修出來 有沒有 這個 他就幫我做切割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哪一個儲存格 B3買嗎 B3的這個 就這裡 OK 按F8 電就進去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啦 所以未來 好的講到這個程式寫得有點複雜的話 你可以按F8 足行足行 配合什麼 配合這個 游標放在這上面 他就會很清楚告訴你 到底這個變數裡面放什麼 所以其實程式 所以其實程式啊 主要 就是你如果 資物清楚的話 那最後結果 應該很快就做出來了 執行 OK 一樣 清除 所以這三段的話呢 就請各位把它產生出對應的三個按鈕 1 2 3 然後按下去這個是公式 清楚 結果 這邊就沒有公式了 那再來最後還有一個方權待會再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當然呢 這三段之後 最後有一個制定函數 今天大概進度就是到 再加一個制定函數 你就把它存檔 繳交 好